总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慈禧是中国皇朝时代最后的统治者 将近半个世纪的玩弄权术 将那个时代的中国拖垮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 都是少有的坑货 一生对国家没有任何贡献不说 丧权辱国 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而且私生活上面 简直是娇奢淫逸 无所不作 1908年10月22号 清朝乃至中国的最后一位 封建王朝的实际掌权人 慈禧太后走完了她74年的人生路程 她生前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 成长为清朝的至尊老佛爷 从高高在上的垂帘太后 沦为丧家之犬顿陶西安 她死后携生前至宝藏于地下 却在20年后被扒得只剩一条内裤 她的遗体在76年里 先后三次裂入同一口关内 其生前死后用大风大浪来形容毫不为过 1866年 咸丰帝的定陵完宫 按照清朝组织 她的两位皇后 慈安 慈禧的陵墓只能在定陵附近选址 且只能建一座皇后陵 慈禧得之后大怒 哪有两个皇太后共享一座陵墓的 这不明摆着欺负我们姐妹 谁说我们就不配一人建一陵 同志皇帝不得不打破陵制 将定陵附近的平顶山和普陀山 化为修建慈安慈禧的陵墓 双陵于1873年8月同时动工 耗时六年 耗银500多万两 1881年慈安病逝 葬入了普祥预定东陵 可是慈禧却多活了27年 1895年慈禧以普陀预定东陵 因连年雨水 多有草朽 急需修整为由 又拨款150万两 翻修陵墓 工程持续了13年 直到1908年10月18号终于完工 陵墓金碧辉煌 陵内单臂石图案为 龙在下 凤在上 74根望住头 打破一龙一凤格式 均为一凤压两龙 暗示他的两度垂帘 巧合的是 普陀预定东陵 翻修完工四天后的1908年10月22号 慈禧撒手人寰 当天下午4时30分 慈禧的遗体被众人用鹅黄吉祥叫 从西院遗轮殿台出 5时15分到黄吉殿 放在床上 第二天上午8点5分 慈禧的遗体在龙玉太后和锦妃的静视下 被列入关内 1909年10月初四 慈禧的子宫葬入普陀预定东陵 这是她的第一次入关 当时大清王朝财政收入 一年最多也不过8000万两白银 而慈禧太后 陪葬品的价值就相当于 大清王朝三年的财政收入 在处于没落的大清朝 人身性命都难保的处境 而这些无比丰厚的陪葬品 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相传慈禧卧室里暗藏有一处玄机 与房间相通有一间密室 直到慈禧去世后 这个难题才渐渐有了答案 原来所有她那些私房钱 都被藏在了其卧室的一个秘密房间里 在《清拜类钞》中 就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书上说道 慈禧的卧室里面 存在一个独立房间相连通 这个房间只有慈禧本人的贴身太监 才可以进入 除此之外 根本无人知晓这间密室的存在 而且进入密室的通道 也是进行了精心中密的设计 在走廊的两壁上 挂满了名贵的字画 走廊尽头则是两个木制的活塞 分别是大门开壁的开关 这个密室除了慈禧最信任的 太监和宫女之外 无人知晓 本来这个密室是用来躲藏的 比如八国联军来的时候 不过后来成了慈禧的小金库 不对是大金库 里面的各种金银珠宝 古董字画 这所有的财宝可以说是 慈禧从千疮百孔的国家中搜刮而来的 随便拿出点什么 北洋水师的军费就够了呀 甲午之战未可知 慈禧死后20年 即1928年7月4日至10日 军阀孙电英 轰开了乾隆的玉陵和慈禧的普陀玉定东陵 悔官抛尸掠走了全部的随葬珍宝 溥仪派在泽等人前去 看到了现场的惨状 慈禧遗体被抛出关外 暴尸四十多天 趴在棺盖上 脸色灰白 两眼深陷无珠 嘴唇阴嘴里的叶明珠被抠出 而出现伤痕 上衣也被扒光 下体仅剩一条内裤 遗体上还出现了斑点和白毛 在泽等人 见内观上完好 就用一块黄绸子 把慈禧遗体盖上 将一件黄段入铺在遗体一侧 然后慢慢翻转尸身 正好将遗体仰卧在黄段入上 然后众人帮扶着 用如意板将慈禧遗体抬入棺内 遗体上盖上一段黄段背 再则又将当年老佛爷赏赐给自己的一件黄段袍 一件砍尖盖在背上 最后盖上棺盖 用漆封上棺口 重练完毕 这是慈禧的第二次入练 1983年12月初 慈禧第二次入练55年后 清东陵文物保护所领导决定清理慈禧内关 1984年1月5日 国家文物局专家和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 打开了慈禧的棺果 呈现出一副全长153厘米 养身直握的完整遗骸 她在脸部及身上用黄绸包裹 下身穿的裤子上 绣满了瘦子 一只脚穿着袜子 两眼身陷成洞 腰间扎着一条丝带 慈禧墓的修建工程历时13年 陵墓建筑材料贵重 装饰豪华精美 工艺精雕细琢 美轮美奂 整个陵墓的规模 都居清朝皇后陵的首位 由于棺材里面 全是满满的金银财宝 而且都是一些十分罕见的西式宝物 孙殿英和他的部下就拼命地抢夺慈禧的那些金银财宝 在争夺的过程中 慈禧不仅受到了各种侮辱 最后还被大蝎八块 失手被分拆 简直就是惨到不能再惨 孙殿英以眼席为幌子 没日没夜地在盗墓清朝皇陵 其中慈禧太后皇陵是重点 孙殿英动用炸药 炸开慈禧太后坟墓 很容易就进入到慈禧太后坟墓内室 将棺果直接劈开 里面的珍宝一扫而空 很多珍珠 玛瑙 翡翠 被士兵哄抢 而慈禧太后嘴里的夜明珠 和头上的大珍珠 从此布置下落 价值一亿白银的陪葬珍宝 最后到现在仅仅剩下几个棺材板 而且当时慈禧太后尸体 都被扔出了棺材 是溥仪派人重新抬回安葬的 此时的慈禧尸体 已经长了两寸的白毛 派遣的善后人员 在对地宫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 再度封闭了慈禧地宫 在孙殿英拿走的众多宝物中 还有一件是慈禧的贴身之物体 就是随着慈禧 一起下葬穿着的龙袍 这件龙袍制作精巧 上面金丝银线勾勒 双龙栩栩如生 孙殿英一看 就是个宝贝啊 被一个死人穿着真是浪费 于是就把这件衣服 从他身上扒下来带走了 但是手下人却说 这衣服被死人穿过非常不吉利 会影响人运似的 当时的人也普遍比较迷信 这么一听 就赶紧扔到一边了 孙殿英盗完墓之后 满贵对慈禧进行了二次收敛 但因墓室被破坏严重 难以修复 地宫入口暴露 后来慈禧墓又二次被盗 慈禧墓第二次被盗 是1945年 这次盗贼把墓中值钱的东西扫荡一空 而慈禧那件贴生物却留在墓中 慈禧墓第二次被盗时 盗贼也嫌那东西不吉利 扔在墓中了 1979年2月17号 在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以后 新东陵文物管理所 开始了对慈禧太后 普陀预定东陵的清理工作 虽然经历了无数盗墓贼的光顾 慈禧定东陵内 仍然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物 这其中就包括慈禧的香宝 香册 陀罗尼金贝和慈禧的枕套 金丝绣和花褥子 除此之外 人们还在地宫内侧宝座上 看到了一件龙袍 在慈禧地宫内发现龙袍 不禁让人们展开联想 后来经过考古人员的仔细辨认 这件龙袍除了龙纹之外 还有十二张文式和佛字 原本每个佛字上都坠有珍珠 但是都已经被盗墓贼偷走了 经过考证 这件龙袍是慈禧入关前 穿在最外面的兽衣 但是十二张龙纹 佛字文式的龙袍 在已知的存世轻功文物当中 仅此一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